吳俊泰教授 吳俊泰教授 他是台大的醫院的臨床 在台大醫學系畢業以後 也做過臨床的訓練以後 再到國外去生長 目前是台灣大學的分子醫學研究所的教授 同時跟合理的醫師提出有趣的題目 教授用Sophia做一個Genetic Tool 來研究心臟的節慾 變異 那我們這些掌聲歡迎俊泰教授 謝謝陳教授的大學 我現在是助理教授 他是最小的老師 那我很高興就是說 學長和李文醫師邀請得下 然後變成他研究團隊的其中一個成員 對這個研究呢 是在台大醫院的那一科部 的團隊下面進行的 那我剛才陳老師 陳教授有提到說 我現在服務於台大醫院的醫院部 然後跟在學院的分子醫學所教書 那這個事情是 起源於說有一次在那個 醫院大廳裡面 然後就 恰巧的跟那個李文醫師就 平常我們就會哈拉一下 可是那天就講到說 欸有沒有可能一起研究 那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在做Multi-Skill Entropy的分析上面 一直有很不錯的結果 特別是今天 洪教授一早有提到的那個 Ecmo的史達里 所以他那時候就在走完上面 很簡短的跟我講到這件事情 那我把它稍微 modify一下 然後跟大家講的這個故事 大概幾年前大家都可能還知道說 那個 胡世強市長的夫人 邵小文女士 然後在一次那個 趙斯王會回家的路上 很不幸的發生很嚴重的車禍 然後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那他被送到台中 然後是一個很嚴重的trauma 然後到他急診了以後 那後來就很幸運的是 得到葉克姆的support 那跟死神奮戰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 後來是康復然後出院了回家 那過了沒有多久 有另外一群車禍也是在南部發生的 那這位 這位明星就沒有那麼幸運 他那時候車禍的地點 最近的醫院是 更比葉克姆可以支援的醫院 就更遠了 所以他也是一個很嚴重的trauma 可是最後沒有 說不定就是真的 因為沒有葉克姆support的關係 所以他並沒有辦法撐過去 就不幸的離開人間 那葉克姆 早上那個 胡佳壽有稍微提到 他就是兩個主要的component 一個是那個人工心臟 一個是人工肺臟 所以幫大家把那個 需要這個服務的病人 充羊血能夠用人工的益氣 把他送到需要充羊血的組織 所以讓心臟跟肺臟 在受到trauma或其他重症疾病的時候 能夠獲得充分的休息 那這個東西並不是 這個是台大醫院 截至2005年 這是一個比較舊的東西 現在就更多了 所使用葉克姆的經驗 然後請大家看這個黃色的數字 是在當時做統計的時候 成功的活下來的病人 那左邊是適應症 包括呼吸窘迫症 還有肺臟的嚴重的trauma 然後還有像心臟的手術之後 或者急性的myocarditis 這些嚴重的心臟疾病 都是這些 都是葉克姆的適應症 不過這邊有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就是說 他的醫療費用非常的高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本身是一個侵入性的support system 所以他的病人也不是全然都是好事 所以在臨床的選擇上面 如果我們 這就是一個轉移醫學 一個非常好的研究的課題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用 有沒有一個好的biomarker 能夠predict它的successful rate 然後可以predict survival 這個cost 或是臨床的病人使用的時間 它的benefit 會大於它所得到的side effect 這都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所以那個 羅莫中老師 動態生意指標 技轉移醫學研究中心 跟何一倫醫師呢 就做了這樣子的study 所以他們用的概念呢就是 今天長黃教授在介紹的 multi-skilled complexity的概念 就是說越複雜的心臟是不是就是 表示他雖然受到重傷 可是他的心臟的功能還維持得蠻好的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基本概念 所以他們就做了以下的study 那這個是台大醫院 何一倫醫師跟羅莫中老師 都共同做的一個研究 那這張其實可以跳過 不過我一開始都完全不懂 multi-skilled analysis是在做什麼 然後自從那個張宜中 羅莫中老師那邊的 張宜中跟我講的這個例子以後 我覺得這例子我就好像有點懂 直觀上面可以知道他在幹什麼 那我就花一點時間講一下 因為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個例子 我終於好像覺得有點開窍 宜中告訴我說 這是一個鳥看圖 是台大校種區的一個鳥看圖 那在這個pixel 維持到很細膩的這個張圖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操場在哪裡 這沒有問題 然後小巨蛋在哪裡 然後野兵大盜在哪裡 這個都沒有問題 那當Scale放大的時候 就是做一個影像處理商 講Binning 就是做一個Average的動作 如果把三個Pixel 三乘三並成一個 然後去把它的顏色 或者亮度 做一個平均的話 就會出現第二張圖 那我們就開始發現說 它的細節就開始消失了 那如果我們再把另外一個Scale 再放大的話 當9乘9的話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它還是有點花花綠綠的 可是我們就開始沒有辦法知道 裡面的細節是什麼 然後操場在哪裡 或者房子那裡 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用在 畫成一個圖的話 我們把那個細節呢 當作是一個複雜程度 複雜程度越高 表示我們能夠越能看清楚 然後越能夠認識那個Path 就剛才那個圖的Pattern的話 那直觀的了解 如果剛才那個 九層 剛才那個台大的 空罩的那張圖 畫出來的話 如果這是複雜程度 然後這個是那個 一直做Average的那個Scale的這個 橫向圖的話 它是隨著Scale慢慢放大 它就變化下來了 那剛才提到說 在台大基克膜的這個研究呢 如果是後來是幸運 或舊的這個重症病的呢 他們算出來的 隨著那個心率 這是算心臟跳動的 隨著時間走去記錄心臟的心率 然後那個也是做剛才類似的平均的動作 那當Scale越放越大的時候呢 它都保持一個 還是相對來講是非常複雜的 有很豐富細節的一個圖像保出來 那如果是死亡的Case呢 它在前面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有一個很sharp的掉下來 然後之後就維持在一個低點 那這個固定 這個地址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MultiScale Complexity 例如Entropy這個計算的方式 對於當作一個生物指標去 在前面24小時 就能夠分清楚說 接下來這個病人繼續使用葉克膜以後 它的好處或壞處在哪裡 是一個很強的指標 所以這是一個很... 就轉移醫學來講 這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真的可以用 Complexity的這個概念 當作一個好的BioMarker去Predict Clinical Outcome 那在何醫師的實驗室裡面 就這個... 就希望更進一步知道說 那我們到底在算什麼東西 就是說 這個HaraBioMarker 剛剛Scale越方越大的時候 到底... 我們到底在看什麼東西 那也就是... 我今天早上聽了那個 柏教授的演講以後 他講說 我們量測的生物訊息 很多都是高維的一個 投影的一連串的一個訊號 然後這個部分 Complexity在回規回去的時候 原理就是要再重建 那個Dimension是什麼 那我們這件事情 就... 從... 因為我自己的PhD是 Medical Biology的訓練 所以我們就把它... 我就有一個很簡單的假設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這Dimension當然有可能是器官 或是一個組織的特性等等都有可能 可是有一個面向就是 從基因的角度去看 是不是... 某些特別的基因呢 它也扮演了在這個... 增加... Multiple Scale and... Complexity的角色上面 對... 心臟的... 是有... 那這... 整個的概念有點像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動物模式 那這個動物模式跟人一樣 有... 有一個... 自發性的Electric Activity 然後它後來呢 會Generate一個... 我們兩側的Hard Rate的... 生物訊號 然後也有跟人類一樣 是有一個豐富的Variability 有一個豐富的Complexity在 那這個... 做動物模式的好處就是說 這時候我們... 習慣就是把這個當作是一個... Black Box 那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不曉得接下來我們就想要知道 這Black Box 怎麼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而是不是說 它可能是有很多東西影響的 那可能是... 透過這個基因... 然後影響這個基因的功能 再影響這個基因的功能 最後contribute一部分的Complexity 然後有第二條路 第三條路 第四條路 然後最後是一個Network這樣 那這是一個很標準的Genetic Problem 如果是用這種假... 這個假設如果是對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很... 很標準的Genetic Problem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可以用Genetic方法 就是拿掉一個Factor 然後我們去看說這個Variability 能夠受影響 那...我們... 因為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東西在哪裡 所以這就是一個GRAP 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目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一個基因 一個基因系統性的拿掉 然後最後拿到這個GENOM裡面的 最後一個基因以後 然後我們就有一筆資料 知道說至少哪一個東西拿掉以後 會影響Variability 然後我們知道說 它可能是一個重要的Player 它至少會contribute to這個Variability 那我們選用的是 很奇怪是用果銀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介紹這個系統 跟我們現在目前為止做到的程度 為什麼會選用果銀呢? 其實... 果銀它有非常多的好處 那...這...左邊的圖是跟介紹 它一個特性 就是它繁殖了兩塊 它只要是幾天呢 就會完成一個週期 從它的受精卵開始 然後變成幼蟲 我們比較會有... 第一果銀不是蒼蠅 跟大家印象中那個... 很大隻那個蒼蠅其實不一樣 那大家如果有看過蒼蠅的蛆 會覺得它很噁心 不過果銀的蛆形是很可愛的 那果銀的蛹也是很可愛 它的大小就跟一個稻碎的大小 其實略略相當 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動物 那它的生活史非常的快 那我們另外一個最重要 會選用它的原因 除了我自己的訓練 是一個Fly Genesis 1 一個很重要的便利 其實它是半透明... 它生活史裡面有一個地方 是半透明的 是在它的Early Cupop的時代 它的永是半透明的 所以我們只要讓它能夠發螢光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在螢光顯微地下裡面 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心臟的構造 那第三個好處就是說 它的心臟的構造呢 這我也是被問到的 我跟一個...另外一個老師提到說 我們用果銀做心臟的時候 他例如說 喔 我不知道果銀有心臟喔 果銀有心管 然後是...它的心管也非常的簡單 是由一百幾八顆細胞 就組成了... 負責把體液運送到身體其他地方的功能 所以人是一個很大的MAS 或者是今天早上知道的時候 裡面的藍金有到... 六...六百公斤嗎 這麼大的心臟 可是果銀用的是一百零八顆心臟細胞 來完成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真正操作的狀況 就是說我們... 我們是把那個... 我們跟區域那個時候 柏榮把它... 我們的助理柏榮把它很仔細的打開 然後用昆蟲丁把它定住 這個GAP亮銀光的這個Hot tube 然後這邊是... 主要是... Rhythm General來源 然後這是大血管 所以這個相當於人類的心臟 就相當於人類的AOTA動脈 好 那我們就真正來看說果銀 那是不是... 果銀最重要最重要的第四個原因是 果銀有辦法讓我們做Genetic Maniculation 真的一個一個基因把它去除掉 那這個我就不花時間多說 那反而是說它如果是一個好的模式動物 我們要先確定它的Electronicity 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然後它有沒有辦法... 我們有沒有辦法在實驗室裡面 量到它的Complasticity 那接下來這個Aden的部分呢 是跟台大的電機所與學士教授合作 那有四個學生 郭鴻、德薛、又好、跟宜君 共同完成... 跟柏榮一起完成的一個EKG的量測 那在大型動物的量EKG 好像不是覺得太困難 只是花裡好跟不好 不過這件事 在這麼小的昆蟲上面要量EKG 卻花了我們很多的時間 然後共同克服的一些問題 才終於成功了 那這Setting我就大概跳過 那我們... 這是實際上面在實驗室裡面所拍攝量測的過程 然後這個是隔絕那個干擾的網... 銅網的網照 然後Diceti microscope 然後跟下針的地方 那這個是一個實體 真正下針的地方 就是剛才那個很長的那個Hard chip 相當於心臟的部分在後邊 然後它往前送一個Altra 那這是柏榮下針的地方 那現在柏榮那個量測的已經reliability很好 就是下針的位置已經量得很... 已經很純熟了 所以每次量出來的也都是固定 差不多是那個樣子 那這是另外一個 真的在量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明顯的能夠進步 就是後來我們知道說 接地線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能夠去掉一些干擾 那我們現在可以量測到的Waveform Electricity是這麼好 那這跟Literature有曾經拿過國營 來做心臟量測的比較絕對不熟他們 甚至是更好 我真的想這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真的是remarkable的氣貌 就是說你就是讓他們做 然後他們就會做出時間給他們 讓他們做他們就會做出這麼好的東西 然後我跟何醫師看到都是下巴這樣掉下來 原來可以做到這麼好的 那Altra Control我們去選了一個 已經知道會確定出問題的一個Molecule 是Circa 它是心臟在收縮的時候呢 動作電位傳到心機的時候 會促使大量的Calcine的release 那之後呢Calcine要重新被回收到 這個Endoplasmic radiculum裡面 那需要的透過的是一個叫Circa的ATPS 去把這個Calcine回收 那在臨床的研究知道說 這個Circa如果出問題的話 常常會是在心臟 failure 或者是在Arysmia的病人裡面發現說 它的Circa是有Polymorphin的 或是有一些Mutation的 不管是Enermodel 都在病人裡面知道說 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我們把它選來當作 我們的第一個Control 那這張圖是告訴我們說 的確我們在軌裡面去 在心臟裡面去Manucle Circa的時候 真的是把它的省率 這批秀的是它的bit跟bit之間的週期 那在藍色的部分呢 是我們的wild type 然後它的每秒 它的週期大概是0.6秒左右 而且是非常集中 表示這個量測是非常的準 Intergroup Interindividual是非常的準 那在Circa裡面 它的Hurray就變慢了 所以這告訴我們兩件事情就是說 至少果音是真的 我們是可以知道說 它有Rhythm 然後我們也量測得到 在Electual Activity上面量測得到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真的有 這個真的是一個好的Genetic Tool 就是說我們可以 那在心臟裡面 Specific 去把一個Gene的Activity拿掉 是一個很乾淨的Enermodel 那接下來我要花的時間 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Variability的部分 真的是這樣的嗎 就是說Complexity真的是一個 Evolutionally Conserved的嗎 就是說在這個比較 原始的物種裡面 它的心臟 是這麼原始 只有108個細胞 它是不是 還是Follow這個 龔教授所講的Principles 是為了Adaptive各種Stress 或是各種情境 而它也是保留了 這個Complexity的能力 那我放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上面是Variability的心臟 我們真的去量 用影像 用螢光影像去把它量測出來 拍攝出來的影片 那下面就是Sirca 抱歉 Contract不是那麼好 不過你可以仔細看的話 Sirca真的是 除了頻率比較慢以外呢 它的從心臟這邊到它的動脈 直接說說 並不像上面的這麼synchronize 那這就是我們肉眼所觀察的極限 底多姿有感覺 覺得說 它的reason怎麼樣 它的收縮好不好 至於它的complexity好不好 那真的就是要靠計算 那下面這個work呢 就是 我剛才一直提到的 柏隆跟疑忠 那這張照片 每個人的解讀不大一樣 那個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 如果大家這樣子 Brian去看的話 會覺得柏隆笑得這麼燦爛 然後那個疑忠在旁邊是這麼明顯 所以如果是Angel跟Master的話 你可能會想說 這個是Master 然後這個是Angel 不過實際上面 我們的實驗室的弱法 是一種遠距實驗室 那個疑忠是Master 它在中立遙控在台北的 果銀的實驗 所以它 不管是用電話 或是 或者是電腦遙控波隆 波隆在台北做各種 這個 果銀心臟的EKG 或者果銀心臟的心電圖 的監測 然後傳給疑忠 在中立做分析 那真的每個人的解讀不一樣 這個 這兩位 看你怎麼看 我看是怎麼看都不像是情侶 然後可是有的時候怎麼看都覺得好像是 會誤會為情侶的一對實驗夥伴 他們的默契是真的像情侶一樣 那移中座的事情就是把每一個frame 拿下來 然後對某一個 其實它是對每個地方都取一個 一尾的pixel 然後把它按照時序再排起來 所以這就相當於是心臟的 Cardial Echo的M-Morp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在隨著時間走 哪個地方是屬於systolic 哪一個地方已經走到bistolic 然後它的程度是怎麼樣 然後根據這個相當於是M-Morp的 這個tracing 然後它可以定出peak跟peak的period 然後再對每個bit to bit的period 畫出這個軸 然後這個 這個 最後的這個圖像 它的震盪就是period長 每個bit跟下一個bit 它的period長短的變化 那我們做了11個circa跟8個wild type 你可以看到他們一開始的頻率跟那個 與量測老師那邊做量測的顯示 非常類似的 表示說我們用影像學的方法 所做出來的bit to bit interval 跟用電森裡做出來的 這是一樣 然後第二個是說 的確我們這樣子露眼 還沒有做分析之前 它的確是過了一個小時 我們這樣可以做長時間的量測 過了一個小時還是維持 看起來是有很豐富的複雜度 那實際狀況是怎麼樣呢 那這個是用detrain fluctuation analysis做的 那簡單講就是說 當複雜度越高的時候 我不管用 這是busting counting 或者用這個圖來講也都可以 如果我用不同尺度去看 這個切下來的這個地方 它的變化也相當於就是 standard deviation到底有多大 那如果說是越單調的curve 在一定的切法以上就會變成完全單調 那越複雜的就是 我們用不同的尺度去切 怎麼切 它都維持它的複雜程度 那做一個correlation的話 簡單講就是說 斜律越接近1以上的呢 它就越有fretto的pattern 那如果是fine noise 完全是random的話 它就會去像是0.5比較平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才那兩個平氣 它真實的表現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看 看起來都第一個要想說 紅色的代表是circa 然後綠色代表是wildtime 那你可以看到說 他們其實group跟group之間 事實上在這個表示裡面 是可以分成很開的 那這個 如果我們真的去看它的斜率的話 其實肉眼乍看之下不會覺得差很多 就是說是0.99多跟1.多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只繼續看它 畫出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跟它的min值來講 這兩個實際上是可以分的開的 不管是在前面的slope slope在前面的尺度 或在後面的尺度呢 他們這兩個的表現 其實來看它 他們都是可以拉的開的 就是可以區分的開的 表示說這個真的告訴我們說 這代表了一些事情 不會又回到我們那個 這個當初這個跟 在路上跟何伊倫雲學長 在聊天的時候談到的那些事情 我們來看它的這個 Multi-Skill Entropy 或Multi-Skill Analysis的表現 不過我們就 就無視著讓我們 那麼直觀的想 就是說一樣 綠色的是wildtime 藍色的是 紅色的是sirca sirca sirca雖然說它 我們已經知道它跟wildtime不一樣 從那個fractal的飛行 我們知道是不一樣 不過在Multi-Skill Entropy的表現 它一直到大尺度還是wildtime 是有不錯的複雜程度 所以我們現在初步是 跟我們剛剛研究的初衷 想要知道說 那病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還有一段距離就是 不過我們可以說的是說 我們現在 我希望說 剛才簡單的介紹我們初步的結果 能夠說服大家說 我們好像真的找到一個 在做學問上面是可以一個基因 一個基因很乾淨的 一個模式生物 那它一樣有 好的electro activity 我們可以record到 那長時間上面 它的確跟delay一樣 展現心跳節律的variability 那我們初步的結論是說 就從這個DFAA的分析上 我們可以知道說sirca的 lossal function 就是把sirca not down之後 它的表現的確是 跟wildtime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我們進步要去釐清它 這個不一樣代表 到底代表了什麼意思 第二個是說 在multi-scale complexity study 看起來sirca not down好像 它不大會影響它的complicity 就在比較長的尺度 它的complicity還在 那這只是我們第一個 嘗試的第一個基因 那我們還有1萬2千的基因在前面等著 我們是一個非常長遠的路 那最後我要謝謝我的老闆何一倫儀師 那我孟宗老師 然後還有在台大電機所的女學士老師 那果銀的部分呢 要感謝這個DFAA裡面的 FlyCore Facility 那是由李秀香老師所負責的 那如果大家會仔細看一下 這個可能會覺得左邊的這張圖的頭 我稍微大一點 然後依序稍微小一點 那左邊又剛好是我的老闆 那其實沒有啦 這個排列order是純粹 就我個人審美的觀念所排列 好我就請在這裡 然後請大家指教給我一些介紹 謝謝我們就要過去講 我們一個心理便利 跟記憶體力的關係 那為什麼要comment 或是要詢問 我想問一下這個Circa那 那剛好之後呢 他那個MXO很久 看起來是不是有點像歡樂 因為他從上面長下來 其實到一開始這個 呃李醫師應該講的是前面這一段嘛 對 其實我們現在真的還沒有特別的想法 所以我現在自己的想法還是說 我們整個approach的方式是 真的是把它當一個genetics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assumption 這也有可能會錯 那這個black bus 我們真的需要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多幾個 這個是幾年前有一次何教授 跟胡教授來台大的時候 美國Greenland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需要多幾個 多幾個 出現問題的東西 問題的品系 讓我們找到 然後這些品系裡面 假設有20個好了 他又可以做clustering 讓我們知道有幾個pattern 那唯有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從裡面去figure out說 SERCA是 SERCA的分析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能會找到第二個基因 第三個基因 出問題的時候是跟SERCA一樣 那整個來想 所以我們才會比較好知道 那初步的話 我們現在真的不知道說 那個SERCA為什麼 這個分析起來會找到這個樣子 我很好奇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有果音的model 你為什麼不用red和mouse的model 那這樣不是跟人會比較接近的嗎 是 那個這就是trail off 就是說真的是貪圖 他做genetic manipulation容易 然後他有一段生活史是透明的 那我們可以不用動手術 從冠葉就non-invasive 可以看到他 真的是 真的就真的選這個物種 說服何醫師是 真的就是用這兩點 就是說他genetic是可以manipulation 然後再就是說 他可以做non-invasive的觀察 算蠻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的throughput 還是非常的慢 不過比老鼠來講是快很多 我們現在一天大概可以分析10個到 收集樣本到10個sample大概可以 可是分析大概又要花兩天 純粹是這樣的考驗 就是說雖然這樣是很單純啦 但是哈瑞伯蘭立體 其實除了基因的因素 可能有神經調控啊 惡萌啊 所以就是 雖然這個是給simplified 就是說是不是一個 譬如說我們大腦有一個impulse 然後這個煞車系統不見的 或者加速系統不見的 是比較可以simplified 但是可能就是到 implification到人類的身上 可能是比較難 另外一個就是說 SERCA除了就跟Hardrate有關係 他可能跟我們肌肉的 像有一個我們不是麻醉醫師啊 有一個marygan hypothermia 也是跟SERCA有關係 的確這真的就是Trail 用選的果音 還有非常多的缺點 我這邊都沒有講過 老師講的都對 那有一件事情倒是說 你就像老師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open的層次 就是說果音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果音的neuron network map 非常的清楚 所以大部分的果音的neuron subset 都有一個可以關掉它的 一個genetic工具 所以如果我們throughput在進步的話 接下來秀將要做的事情 他有興趣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果音的brain 跟心臟的cross-top map 那用的方法學 在果音裡面算是非常standard 就是把不同subset的neuron 的activity關掉 然後去量這個心臟的變異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果音在方法學上面 是有很多讓我們會 addicted to it 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不過真的它的局限是非常大 它跟人是有很大的不一樣 這個是 這也是這樣子的原因 請問一下 果音是確實沒錯 就是到離人是差的很遠 但是確實做 比如說我們做那個 這個security and biology 很多都是用果音 而且果音在某些方面 就是說 就是說比較簡單 能夠用簡單的模型 能夠重複一些複雜的特徵 我想這個是學物理背景的 某些人 包括我自己在內 喜歡的一種approach 就是說從簡單的左手 然後再加一些複雜的東西 對於果音這個species 我個人覺得做心臟的確實不多 做心臟的確實不多 但是做那個neuron控制的非常之多 我是同意說 果音是一個比較容易觀察 然後大部分呢 今天影片裡面是大力清楚的順利 然後我們會繼續做研究 不過比較好奇的是說 你為什麼選Sirca 因為Sirca在我們心理誤診領域看起來 影響沒記錯是跟 Catoclomic Nagic polymorphic VT有關的 那是非常lare的疾病 可是就是說 醫生我當那麼久了 看來是個衛生 因為說我找到比較common 比如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類似人的SAO 什麼東西 就是說 那些 一講 plotium current opulation current 那些指標 相對的基因 你去multivate 他就跟multivate的SAO一樣 或是你multivate某種的autonomic system 你這象徵背的simp setting parasimp setting 我不曉得等於 果音的simp system 你能在multivate的 這樣的reasonability 就比較simulate human being 你這樣跳到一個 類似的地基石去 就比較reason 比較有建議 現在我們實驗室 就是在何醫師手上 已經有 其實我們有那個拍下來的 就是說 是plotium channel的nacau 跟另外一個simp simp channel的nacau 那 我們現在還沒有 就是輸入太慢了 所以那個data分析還沒有完成 不過是很廣場 教授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跟你請教一下 就一個在接地的話 在光頂的話 對整個實驗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還有就是說 你在下高量測的時候 要怎麼把它去標準化 然後去除那些 比較例外的 讓它有一致性這樣 還有可靠度 雖然我不是這方面專家 我盡量 就我看到的部分 可以拿一下 有沒有接地 對那個 我記得從那時候 在mitting的時候 考慮到這張圖 是沒有過filter 就可以量到這麼乾淨 那以前還沒有接地的時候 那個 這個中間會有很多 毛邊 那個是 只要過filter以後 才能夠去掉 那這張其實是沒有過filter 就能夠到這個程度 那時候mitting的時候 大概都滿興奮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怎麼樣標準化 這個有我們在想的 那這部分就是旅學士老師 他們也就是這樣有興趣的 那有一種方法 是用正列的方式 所以現在正在他們 在機械開發是 不用傳統的針去刺它 那是想要用 像貼片一樣的東西 然後是一個矩陣 然後到時候 用不同的lead 然後就可以自動 都是對的那一個 就是對的orientation 跟對的距離 那個用矩陣來講會 所以我也覺得那是 這樣子用array的方式 來量測 然後到時候才氣跳 不對的 那我這個也是一個很聰明 而且很快速的方法 那這部分是還在 還在努力當中 抱歉 因為針對你這張圖 非常可憐 但是如果說你把背位置 再展開的話 我覺得應該不應該這樣 這麼漂亮 對 因為一般我們在量測 特別是我們把那個背位置 拉抬的話 一定會有一些信號出來 因為實在非常漂亮 我可能 是不是我有誤解 如果我 我可能有miss speaking 就是說 那個 就是說 沒有把那個60Hz 那個濾掉 我們以前會 會 我剛才圖上面有講說 我們需要灑銅網 然後去把那個 常常會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交流店的那個干擾去掉 那個接地會去掉一部分 然後後來加了銅網又更好 這樣子 那主要是那個部分 那這個 在那個收訊號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收訊號的那個 converter 有沒有一個set的一個filter 應該是有的 應該不會是說完全沒有 對 而且我還沒有講 謝謝 請問其他還有沒有要詢問的 我不是要詢問 我是補充嗎 那事實上用 我剛均他一直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是想要呼應 彭老師講的 剛才那個早上講的slide 那麼彭老師有提到說呢 心跳很慢的 像是藍精的 心跳也是有六下 那麼小老鼠呢 一分鐘可以跳到六百下 結果兩者的壽命呢 差得非常多 那麼在心臟科以前呢 就有人嘗試呢 去做一個研究 那是不是我們artificial 把人的心跳變慢了 那這一群人他的壽命會會變得比較長 那麼後來在2009年 在我們心臟科很好的雜誌呢 就做了一個大型的研究 他去統計那個降血壓的藥物理念 有一種叫做乙狀受體阻斷劑 他可以把心跳變慢 結果後來發現呢 是這些乙狀受體阻斷劑的病人 他心跳是變慢的 但是他的存活呢 跟不是使用乙狀受體阻斷劑 來降血壓的人來比較的話呢 心跳慢到50幾的人 他並沒有導致壽命比較增加 那我那個時候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的隱屈 那他意思就是說 在彭老師早上上課的時候 他有提到 心跳是應該要有bariability 那麼可是bariability太小或太大都不好 那什麼叫做適當的bariability 那這就牽涉到flopto 也就是所謂碎形的概念 到底要用怎麼樣子的一個碎形 才能夠把心臟雖然心跳變慢 可是它還保有碎形 因為我們知道beta block會把flopto阻斷 beta block是一個artificial blockade 它會把我們的flopto阻斷 它只是讓心率變慢 可是它讓它沒有bariability 那麼我們在做這個構思的過程中 我們就一直想要去嘗試 什麼原因什麼東西可以決定flopto的存在 那麼我們一開始在做果蠅的時候呢 我們一直都相信了果蠅應該是有flopto的 那當然一開始我們是很大膽 然後也沒有人曾經證實過果蠅有flopto 那麼碎形的概念一直都是在哺乳動物 一直被提出來 可是在節肢動物像果蠅這樣的動物 我們去假定它是有flopto 是因為我們一開始真的還蠻樂觀的 直到後來我們真的證實它有flopto的時候呢 那麼孟周還有宜周呢 他們就跟我們講說 欸 好像從來都沒有人證實在警視動物 使用碎形的概念 大家都一直覺得碎形是高等哺乳動物 演化出來的東西 那麼碎形flopto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難道是我們生物在適應環境裡面 所衍生出來一個必備的基本功能嗎 那所以我們在節肢動物證明 它有flopto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還蠻開心的 據說我們一開始的假設是沒有錯 這是呼應菌太剛才講的第一個概念 所以果蠅有碎形 而且這是演化過程中 從非常原始的生物 它的100%顆心臟就必須具備 因為有的碎形 這更呼應方老師講的 碎形是演化過程中 適應生活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接下來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 我以前是做電生理 我常常給病人植入心率調節器 那我們在心率調節器的過程中 都常常給病人設定一個固定的心跳 那麼再加上一點點的變化 比方說它有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讓它快10下 它在休息的時候慢10下 那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單調的一個 數字的設定 就像用βBlock去控制人的心臟一樣 裝心率調節器的病人 並沒有給它一個碎形的概念 也就是說 你去給裝這心率調節器的人 做這一些Mati-Scale entropy 你是不會得到Flucto的這些 維繫的變化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構想 就是我們從這些 Molecular Biology的Data裡面 能夠找到一些碎形 將來是不是在做節率器的設定裡面 我們也希望讓這些做節率器的program 裡面就只有Flucto的概念 那這些裝節率器的病人 它將來even 它是用pacemaker在pacing 可是當然它會呈現Flucto 那這樣子的一個biological pattern 的pacemaker 它就可以讓病人抹得比較久 因為我們知道 現行裝置永久性心率調節器的病人 因為它畢竟 它是一個artificial的pacing 他們的live expectancy 還有他們一切地裝上 心臟血管然後卡都會比較差 比方說比較容易產生 粘動啊 產生心率不整 然後比較容易產生狀風等等 這個在過去的研究上面都有形式 所以在這樣子 只是一個非常早期的開始 那我們接下來第三個 希望也能夠做到 Neuron 跟Heart之間的Crosetalking 能夠藉由Neuron的阻斷 來看看是哪些Neuron的Activity 會影響到Heart的 這是我們一開始 非常早期的一個研究 那也就在這裡跟大家做展示 那其實乍看之下這些beta 都好像很清楚 事實上我們主主摸了一年半 才知道這些東西的結果 所以其實都要感謝我們實驗室的同仁 還有我們的學生們 大家非常的鼓勵 謝謝 謝謝何一仁教授的補充 那如果沒有 我們就謝謝 俊大學教授精采的演講 謝謝